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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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0个病人有病例医生 然而全球平均 医生及病人比例3.4%比1,000 平均3.4个医生及1,000个病人 香港公营医院人手是原地世界平均 现时当地医务已经面对 严重高压的工作环境 面临着压力爆高 为舒逢人手不足问题 证证长公里加超于2022年 施政报告提出 要求投资家医务专业人员在公营服务一定延期 可否否认 不强制延期的确需提升医务的过程利益 将于于延期内转向私营私巡 留下更多的利益 但当公营医院不堪忠乎 医务病人严股延期的时候 强制医务在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延期 实在是无奈之居 再说当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 作人利益是否应该是凌介于社会利益呢 究竟是什么危机下 社会利益要凌介于个人利益之上呢 我说畅意强制本地医学系及护理学学生的博士 要与医股独签处合约 食乐完成培训后 便于采策公立医院服务 不及后级的牌照 只会暂时在公立医院中为期本联 此外医务接受由医股独提供的专科培训时 亦需如医股独签处合约 食乐业食育分后 与合下公立医院服务前联 而花红的牌照影子 可以暂时终于公立医院 在强制年期当中 医务出现特别严厌 好快继续旅行 食乐即交由医委会 会维会判断之外的正常理由 可直接冻冻医护育 这些症状病提示 我整个症状 帮我能够舒缓 二文朝带来的人手断权问题 和舒缓亦带来的医疗问题 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 不一减轻医护育压力提升医力质素 九成病人都选择前往公认就医 如已公立医院人手不足 病人等得内医生又辛苦 公议医护育压力 身心疑伤 身心疑伤 直至六到六亿 护育士仁要治护三十个婴儿 而休息时间到尾 以可可见在公营 以后压力爆高 看法市民急证实轮头时间的过程 虽然八小时以上 关注治护手术平均的轮头时间 更至那么久 六年 再继续各位想像下 身为病人 询别私人 他们只可以在公营 无事等到有事 无事等到死 当公营人手不足的时候 通过强制疫情 并医院存有固定人手 提供医护育病人比例 一方面减轻医护育工作量 舒缓医护育压力 一方面提供医护育疗质素 病人不独特会照顾 但医护育治医护育 流失 顺务人手不足 当上移民持平坑自业 19年 医护育移民的利息的数字 持续增加 平均一年 第二年 医生的流失率超过一成 本地医护育人手层 缘压式减少 当病人侦察联线主席 兼医委会 识缘男子幼稚 移民潮期 导致本港医护育人手 缘起一大原因 以先进国家同样 学求医护育人手 除此他们来说 不想出路 再加上其他国家的 移民措施持续续 预料有关严实 在未来的年龄 持续增加 并然医护育人手 短缺的困境 再加上移民潮 问题在短发严重 要舒缓人手短的问题 我学科学解决到 移民潮客 医护人手短缺的 最佳手段 再问有个学科学 应该舒缓人手短缺 如果是这么久 有这么好的方案 有什么方案 我可以通过强制 手短缺人手短缺的问题 多谢各位 谢谢ям 今天是有方需要论证你们的诚态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有限不需要收获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你们曾提到一些数据的 好了 尤方今天一出来就在不断地和我们强调人手严重短血的问题 这点我可以明白 但是是不是有需要就可以不达手段地 即使剥夺专方不业生的职业自由都在所不惜 必须推荣强制呢? 尤方认识了的是今天讨论应否推荣一个强制性的强硬措施 不应该只是审视而放存在什么需求 行动辩提的准则更加应该在于以强制的方式 捆绑专科毕业生在服务一定年期 对毕业生而言是否合理 以及对整个医疗体制长远来说是否有效 因此我方今天反对辩提的原因有二 第一 政策强留不合理 加劲人财流失 强制过毕业期以拼着专科毕业生的选择 将会受到限制 无法因应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 和理想前景自由决定不业之后的去向 因此社会存在需求从来都不等于我们要以强制的认识 强衡要求专科毕业生留在公营体制 剖断他们选择其他出路的权利 按照有方的诺实是否任何行业存在需求 就需要推行强留毕业生呢 更甚的是限制专科毕业生的前景 只会弄巧反转 适得其反 令原本有意读专科的人 因为被剖削选择的权利而却步 进一步减少本港医护人手 根据医联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调查指出 近六成医务人员反对前立强制服务延期 另外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林肖志也指出 反正留在香港还是去完外国再回香港都会被训练 学生会为了出路更广阔 考虑去外国读医和就业 更有医学生因为政策而选择不读专科已读普通科 变成在强势增加人手之前 就已经令就读专科医科和毕业后 做专科医护的人越来越少 甚至造成整体专科医疗人材大量误失 和严重的职位控血问题突破尝尊 第二 医疗系统千瘡百孔 政策本门早知 医院人手不足的现象 源于背后的研究性问题 包括工作环境不友善和身受福利不足等等的现象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调查 超过六成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受网者都表示 因为工作量过多承受太大的工作压力而考虑療职 另外公立医院的身受福利厌阶 月薪甚至比私营医生小终足六倍又多 相信以上种种原因都会导致公营医疗细的人手不断流失 以病人需求一直有增无减 最终凝职一个恶性循环令人手不足的问题持续不止 因此政府一日不在源头改善医护工作环境和薪酬福利 不解决这些职压的结构性问题 即使今天以强制专科不业生服务几年的方式 增加人手支援 一旦过了强制疫情 他们仍然会选择离开公立医院 人手流失的问题都会再度复权无暴于是 到头来政策没有解决过问题的根因之外 将失衡的问题带让转嫁在不业生身上 剥夺他们的权利只不过是管护倒置 仰慎乱头解决不了最核心的问题 禁令一班不业生无顾承担体制不足的责任 众常所述 强制专科不业生服务公益医院一定连续 不单只规限了他们选择的自由 也无法针对公益医院的结构性问题对症下药 一致便提问要承担 多谢各位 如供电一科 如有发言 评判可自由 决定是否扣分 证明相关有没有问题 请评判注意 田写供电分数时 请特别留意田写次序 特别是反光不指 第一届 二次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届 才是法案分数 好 现在证方请自由开出一位电源作供电 请你自由选择 把肯一位电源接受得伤 想请评判一副问题 好 证方请多多一次 你有两分钟之间 想问评判同学 究竟有没有科学 可以抢折一班医护留任公立医院为市民服务 我们现在不喜欢抢折的方向 因为抢折的方向是隔离观众方向 对 这种问题是现在社会面临这么严重的问题 其实医院根本没有一个人手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人手的时候 有方有没有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认识的是 你进入这个强制方案的时候 究竟可以回答 有方不要问抢折的问题 请讲了有什么方案可以舒服问题 其实现在有很多医院的方案 就是公私刑分约的问题 是的 有方说得出了成效 成效现在是温和的时候 现在就是成效 现在就是因为成效 它现在在固定图片的时候 地方是反而去认识 强制的成效比起人家来的问题 是的 因为有方根本 因为你所说的改善的方案 成效都说不出 因为这些方案内容都说不出的时候 那是以这些东西来对比我们的两制方案呢 因为这地方根本就没有认识 这个强制方案的成效 凌较到现在这些 好了 有方同学 首先我问你方案 你答不出 然后你随便说了一个改善 然后成效说不到 误解这些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社会发展重要一点 还是个人比赛重要一点 因为个人议员更重要一点 因为现在个人议员才会令到人去专门医生 也能控制了他们的专门医生 根本不会的 但有方同学在等待 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 政府需要这个人材 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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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我们强制一班医生去做的时候 他们只是前面去逃生去其他私人的环境 问题是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方同学已经发展 现在有公私人分流到 其他人权利方案的时候 反而是 有方同学 你先不要说了 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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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派出一位便宜,多數片 請你自由選擇,見方因為便宜,接受不須 好,反方便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 準備好適合計時的事件 我覺得有方同學主編跟我們說過疑民潮 就是這個流失律高的根因 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疑民潮之前的醫護是否不走 是否不走 所以今天的根因不是疑民潮的問題 而是公營醫院內自己有些問題 如果我們不去解決的話 根本就不會再用你幫忙 我剛才不是說的,疑民潮的原因是 疑民潮加劫了人手段,所以我們急需要添付 所以為何我們不應該處理了根因的問題 而又好像你剛才說,這只是一個吹發飛行 所以你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為何你還不去做? 有方同學有否有這個方法去解決根因 完美的解決根因? 有方同學,我們需要論證這一個方案可以做到 有方同學可以用這個方案去令人流生 但在今天尼方也在外面的一個數字都看不出 你為何去論證這個方案的成效? 我們不是解決是舒緩嗎? 我們今天強制性都不夠,但它不夠有成效嗎? 那如果你只是舒緩的時候 你都真的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 為何你還要去做這個方案? 就是他不舒緩 他只是舒緩解決不了人 所以就不再有規模的邏輯 好,我們再來問一下這個問題 今天又方同學將自己的社會理解得很重要 那我想問,如果今天選醫生,有方就要強制衣服 以後你不已都落在公園醫院的時候 那你只是以為,如果那些公立學校決定倒資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要強制他們 不管他們在其他學校的學校 就是要強制他們在公立學校教書呢? 他要好像這個情況,就當迫事這麼嚴重 那所以有方同學的意思是 就是只要有這個需要的時候,你就迫事他流鼻 然後有方說到這個社會理解那麼重要的時候 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應該由政府安排 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強制衣服留下所有人 不管他們的醫院嗎? 如果他的嚴重性,就像現在的醫院 是這麼迫事的時候,就開了 這麼迫事的時候,為何不是要跟一架問題 有此理方,只不過是有一個 現状公別或前面粗 輪到整方制音負面 理由三分鐘時間 總之是保險的事件 裸後 各位,大家好 2021年至2022年的公立醫副組 累積数达2、3千人 根据医力室 公立医院内部的累積则批诺 会是三年因移民累積的全职护士比 由两年前的7% 直到今年的39% 持续上升 香港公局公立护士的流失比率 由两年前的6.5%至10% 移民潮持续影响公立医院的医护人数 流失中继续加剧公立医院人手段 为此我们需要办法去截止流失 调补人手 舒缓未来公立医院压力加剧的情况 有个网友提到公私人贴助 但公私人贴助的计划在2008年 已经在做了 就是希望会补贴病人去私立医院的费用 希望将病人回到私立医院 减轻公立医院的压力 发展到今年第15个年头 公私人贴助的计划 只有6个手术或检查的项目 范围是极小的 而计划是行邀请 即是病人被邀请才可以参与这个计划 但这本部都没有公开相当的资讯 总共有多少个人受惠呢 对于公立医院的人上的压力实在有多少 始终是一个位置 如果有可能计划 我们这个方案的时间可以被替代 可以用这个公私人贴助来替代的时候 反正要议论 究竟这个公私人贴助 它会如何有成效解决一个混合的问题呢 而我方方案就相反了 以医生为例 每年可以还留2500名不业注册的医生 也确保到每名专科医生 可以留在公立医院服务5年 但轻易入手压力 我可能见到 因为医生的能处 到九成的病人都达到有质素的医疗 轮后时间就出来了很夸张 因为人手不足 公立医院七成窩楼 护士分只有30个营养 无论病人的医院都身处老窩之中 我方是须舒缓二方 但九方在乎病人 是在乎病人群绑了5年 但他们可能在5年后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 而选择犧牲在公立医院的医院和病人 难道不是地魔术的一群 他们的压力这么大 所以有一个逻辑就是 留在医院服务很辛苦 所以任由医护士留息 人手不足 你留在医院的医护士压力更加 但医护士就更加严重 医护士是有能力走的 但没有能力负担私立医院费用的九成 医护士的病走不了 所以我们需要增加人手 我担心了 我们在医院训练的衣服 他们在医院之前就想转 当然我们也能调解他们的职业自由 但不是在医院的医院 我们是在医院前做医院 或是退医院 因为我们只是强振医院 要留在医院里 他们会不一定职业 可以换个人 第一步验 第一步验 第二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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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验 第二步验 第一步验 第一步验 主持人的評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公面或者不斷要求我方 他論證其他方案有成效 然而這件事是你幫他論證 為何你現在手上的強制政策 他的成效比其他方案大 和他立這個政策的必然性在哪裏 而今天有方公面或者 他已經是畢言不怕 說不到強制方案的成效在哪裏 我方知道有方很想解決 舒服人生的問題 然而在這個因然性的變態裏 在我們解決舒服人生的問題 接著我們應該去看 這個政策根本有沒有合理性 因為有方說的是 社會利益凌駕了醫生的職業自由 有方覺得現在醫生的過量意願 不給社會的利益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醫生讀完普通科的時候 為何他會選擇繼續讀專科 是因為讀專發出的興趣 他為何繼續讀專科去評價 而你方現在用了五年的時間 去評價 當他讀完專科之後 去哪裏做 去哪裏做的時候 當然現在公營醫院內的問題 你方都知道 現在公營醫院內的問題 他的工作量很大很辛苦的時候 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好的環境 你如果那些專科醫生 做完出來之後會做得開心 而當他不開心的時候 為什麼他要選擇去讀專科 去一個強制的地方 做得不開心呢 這方面 現在這個政策實行了之後 不單是有些人去外外讀專科 更是現在香港本來的人 更加少人去讀專科的時候 現在重點不是流失率有多高 重點是只要有人不去讀專科的時候 你方的現在的政策就是 令到他現在整個醫療系的專科人數 人材短絕了 所以隨便來說 會減少整個香港醫療系的專科科醫生 令到整個醫療系會更加崩潰 而你方都會說的是 想要令病人有這樣的醫生 醫生的時候 你現在連人材都沒有的事後 病人怎樣去醫生 這根本是無管沒導致的一個問題 好了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 有否舒緩的問題 現在2021年有470個醫科科醫生 多了人70個醫生 是接受專科培病的時候 例如假設全部專科培訓室都送來不見 每年平均會有330個專科醫生不見 而在這330個醫生裏面 我們要先排除一些他無論如何 有沒有政策 但是有沒有肌肉份的政策 他都會留在公平醫院的時候 當我們排除了這關鍵中的醫科科科醫生 簡單來說這個政策 實際增加到每年的醫科人數 其實每年平均通常不夠300多人 當然你現在整個醫院 如果是否劍入800多個專科醫生的時候 你這個政策究竟可以幫助醫療 等到多少忙 你幫助時下究竟在哪些地方 根本就想不到 今天有方的邏輯很簡單 只要以人手有需求 就會強制一個強制性 拆下去明義上解決問題 但實際上逃避更嚴重的問題 然後有方逃避性 所以有方逃避更嚴重的問題 所以有方逃避更嚴重的問題 現在有方逃避 眾多醫生的醫院不談 有方逃避更嚴重的地方 所以有方逃避更嚴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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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跟我們討論 這個政策的政策在哪裏 或者變成不應成 多謝各位 謝謝 9秒 無超前 不需要求婚 接著在第2月 後面 離遊3分鐘時間 準備無超前 計時的事件 而值評判 我和我繼續 各位大家好 今天值問了外數 今天給你們一些數 現在護士缺口 是賺了近7000人 而每年 我們可以收到近750人 我們這些5年的租套 將他們留5年 變相 我們會有750人 長期留在公益之內 醫生方面 我們缺口是1000多個人 而我們每年 可以有530多個醫生 來產出的 所以有方同學 你們不要說 好像很少 每年弟弟弟很少 但我們有5年在裏面 而這5年裏面 都可以不停提提 他們的後悔 做一個全程的作作 令到東南院的工作 或者工作環境 都會隨著人口增加 他們的工作帳戶 而減少 所以有個學生 學生的工作 才留室 他們認為人才留室 有些人會說 因為我們有限制 就會去實施 去外國 去外國 是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有方不排除 我們才可以留室 但我自己的留室 我們都不排除 他們會留在本地留室 其實有方說 今天不斤面貨 他們覺得要解決根 根要怎樣解決呢 如果按照他們的留室 他們都不應該實施 他們全部都應該要回收 他們全部都是錯的 其實有方說 你知道現在病人 還未能懂得吃治療 之前跟時間正在認錯嗎 現在我們的醫療 發行問題 我們要發我們無法 發財大量的時間 現在病人會再次試錯 再次決定 我們不要說 他做了一些偏避的存生 廢時失事的吐釋 連世之客都用得更多 如果可以 我們都不想去幫他 但是我們今天 他的方法一定是最直線的 最有成果 不是現時最好的 政策有事 非能無事 政府可以慢慢研究方案 那病人呢 誰知道病人 他們能否認得起 能否認得起 甚至不知道 哪次出來的政策 對他們的救援呢 可以來一些事 現在來的新聞 話說你見到一個男戶士 在家裡撤死 他在撤死前一晚 還要追劫工作 連續做了這麼多壓力 賺到安眠的婚間 然後死了 然後又有醫護 兩位同僚 睡得過後 接著要踩十個小時 如果這叫這樣的工作環境 你們覺得 不需要再等一間人 再貪欺他們的工作 而他們這樣做 是理所當然不應該的 他們人權度不值得被尊重 只有那班醫生他們的自由意向 去賺錢 因為他們是值得尊重的嗎 現在香港有七成的醫務 香港人也有過路的情報 萬能醫院同時 因為醫生 人手不足 就請了私立的念國 醫生用兼職的模式 在高壓天道工作 將病人的開肚皮疇 突然聽到 私立醫院跟她說 有病人的開肚皮疇 把病人的開肚皮疇 擺入三個小時 去私立院做完手術 回到高壓天道 繼續處理手術 那這件事是否有一個合理呢 高壓院人手缺乏 醫院缺乏 醫生所得的情況 又是否有無所解決的人 這個問題就面臨人包 如果我們不舒服 這些悲劇才會完全不斷 如果大家想一想 小小的問題 經常都會問你小朋友 你大約會做甚麼 小小醫生 為甚麼 因為想救藥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漏忘初心 老不老 允許人之路 又不幼 指揮人之路 最後 你們是治療的病人 和他們家屬的時候 你們是否來的 你肯堅持懷患這一小程 政府龐大之狀的機會 祝他們一群家屬的資產 多謝各位 主席評判上載的位置 大家好 先用一個字來拓替友方立場 就是急 友方說 連期五年就可以令他們不斷倫患 但這個政策只是令人覺得短期人口不足可以被解決 但根本就無法針對本質問題 友方已經質疑了短期的成效 究竟在哪裏 而友方全場根本就無法論證 根本就無法論證 根本就無法論證這些問題這樣被解決 而當醫護工作率依然寒大 工作難景和身床不見的時候 醫護在五年之後都會離開 因此要正視醫療問題這些東西是急不來的 而友方根本就不容約出則不達的國理 看不到政策是本的導致 你為了駕壓成效出現強加的政策 但在成效未知有沒有效之前 就已經首先造成一些人會被阻害 然後不肯再讀醫 那是否又解決不了問題 因此友方的政策根本就無法理解 並且是會帶來反效 而友方一份和主委已經強調了 政策強制性質的問題 而友方只是不斷重生 這次方案的解決力 因此而言為為 現在還審判了兩大問題 第一是林靜不足 友方其實全場都論證不到 友方政策的成效究竟在哪裏 友方其實不否認 需要增加人手的 但友方的方案正正就做不到 友方質疑了 社會有需要 是否由醫學生負責的合理性 而友方就說 是的 那我們由何要綁債他們都 那這個邏輯是否合理呢 當然現在 例如掃街的人 是否要逼人一起掃街 這次友方的邏輯根本就不合理 而再來看 你短期的成效究竟在哪裏 本周問題是令政治的折騰 會討伏地 重控不改變 醫護在五年之後都會走 這次人手不足 就逼醫護留下 而沒有試驗風 根本就解決了 流失率高的問題 接著有方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方說 我方只是強調個人的利益 而不著重社會 然而我方不是 我方不只是看個人的意願 我方也是水庫及社會利益 然而我方的邏輯根本就不合理 有需要等於有必要強制 有方根本全場都冷靜不到 原來是反效果 都是影響社會利益 我方一句話 人才不會離開 因為你在讀之前你走 不算是因為這個政策而離開 而你的邏輯究竟在哪裏 有方其實都承認了這個政策 會逼人才走 是到之前走不通就不要走 我方不明白有方的邏輯在哪裏 我方已經質疑了 這些醫護有六成的人 都反對政策實行的時候 你強調一個政策下去的時候 為何不會出事醫護離開 有方全場地圓不彈 就是當時認為醫護會 會乖乖接受這個強制的政策 而現實是醫護人才出路 有其他政策的時候 他們為何會願意留在 這個公平醫院去服務 我方不明白 一致今天不是走多少人的問題 而是專方醫護人才有流失的風險 政策就不應該實行 再者各位 今天有方問重要醫療問題 我可以問你一個醫療問題 病人身血過多 是否只要不斷滑血就可以解決問題 不是的 我正找到傷口及前止選 才可以解決問題 同樣道理 我們要和政策 可否由病原解決問題 才是今天的討論重點 我方完全不看反效果 而我方只是 但是不管哪裏人才會不會留 所以這邊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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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求分 現在最有自由健民慢節 相當朋友三分鐘發言時間 都否方發言時間用不 本人會說服另一方證明時間 高科學自由發出一位問多位電源發言 而每位電源都必須再五環節發言 每個環節節速再想人之發現 右面源同未發言 我正常提出 屬實的說,該店員所屬一方將會不會為評判扣除 不分,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若無自由言論或質疑,再開始 請正方看出一位店員首先發言 準備很精巧的事與思維 請問我,可否論證有其他方法,還是有方法去數? 因為不另一方論證責任,而是你問要論證 為何你的方法可以做到你的成效? 對,有方法可以堅持說不得我們沒有成效 相反,有方法是需要論證,但有方法可以做外國讀 不然有選擇言論證責任何人才呢? 今天有方法和他,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根本不定次的原因 你們都知道,因為根本不是移民潮 現在的移民潮,現在的移民潮,現在的移民潮 現在的移民潮,現在的移民潮是公認的問題 當你不去處理,只不過是做一些其他無用的政態 那請問你的成效是哪? 其實有方法同學,我從早上開始已經說了 其實我們聽到普通科醫生,都有客人在裡面 所以你聽清楚,我幫你幫我 再加上我們想問有方法,香港的九成病人和公立醫生 他們權利是否做得到? 他們以為是一定重視 而現在我們看到九成人是公認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有一個領域? 因為他們向原本決定是人了 如果他們已經領域,成為何他們會得到? 然後,我們簽的,三元,公認是他們條式便宜 然後,我們要幫我幫同學獻慾 當兩個團也需要重視的時候 當我們在公認,當是群眾的利益和個體利益上 我们究竟是社会的一个种因是过来的少少代价 我们都知道他们现在会留在医院 但是你依然越看到他们5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本身你不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不会留5年 因为他有见到环境已经够差了 但是你越看到他们5年的时候 环境够差 因为他就进去做医院之后 为什么会继续做医院呢 其实今天问题是环境差 其实环境差和环境差是跟着什么 我们听到人手不够 工作率会多 我们现在人手的时候 工作率会自然探索 那在医院的时候 他会解释到你们所说的问题 首先有没有解释不到 如何人手会增加 而且我看到现在的问题 就是你要先解释他的本质问题 而你连人手都解释不到的时候 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解释到本质 然后再来了 有需求是否可以强制呢 其实有方同学 我们刚刚认识了我们的强制程序 他就强制一定会有人帮助医院 所以不需要问方同学 是否可以凝职大股理治疇 是可以凝职的 因为他们现在就应该要一个人 先接个人去做专科医院 如果他专科医院都不理会 哪一会有专科医院 申请凝职 对啊 对啊 团体社会中的个人都好像有方法 那样把个人放在最高至高无上的情况 可以吗 对啊 不是我们将个人 我们不是无视社会利益 而是看到当这个政策 会令医会人才流失的时候 这个都是牵着社会利益 所以有方根本就解释到 有需求就是可以强制这个逻辑是哪个 所以因为这个政策人才流失 究竟流失了多少呢 那可能全场会流失 例如园无数 究竟流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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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政策会流失 所以我们可以先回答 那有没有同学问 如果其他行业 像这个医科那样 他们有些人确实我们是强制 每一行业都是这样 有些人确实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就要迫别人去 那这样就变成了 那你现在香港争取的团体社会 又这样做是否可以 香港是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是否都是大家有理的 不是 但是呢 在这个这么紧的情况 我们的治疗霸佬鼻是等不起 那我们现在医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状态都是 有关和刚成的两科 都需要 来认可 所以有关和我们 现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让我们的状态更好 不是 有关又说现在人们是等不到 而你的状态就是急得制 你根本就不正视这个政策 可以带来的状态 我刚看到人才流失的成果 根本解决不了你的状态问题 再来是有关要论证成果 为什么我刚要看出状态的方法 再用回有关和严状态的例子 就是现在人们 你已经可以罵他 是否要输 你又分开 不是 但是有关认证方东人 一开始就已经错了 你要先解决他们的本质问题 你要找到他们的本质问题 我刚才看到是 因为他们的环境不足 身致不够 而不是你所说 你是什么人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有关同学 我刚才跟我说 我刚才说过 你身致不足的时候 我们不选择他 我们就留住他 一边的状态 那这个是否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刚才已经问了很多次 有关失败了 究竟个人不正好地 要怎样提问 你现在一二公平 就觉得个人应该要灵架 一斜天上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不是 有关于政策自己都解决不了 流失的问题 有关的问题 怎样可以阻止人继续离开 其实我刚才认识了 我刚才认识了 每年都有多少人可以进去 所以现在有关整个例子 就是为了议员和手环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要有议员才有 医生的时候 你这方面无论 就会加多少医生 只要他没有医院 你这方面就能够进去 你这方面怎么解决 其实这方面一定要做 我刚才已经是最特色的 我刚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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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成例的反效果的时候 为什么人费流失 不是我们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有方法说 我根本说不到其他方案 有方法都没有其他方案 我刚才认识了 我们去看其他方案 只要你方法没有成效 甚至我带你反效果的时候 根本就不允许有强制的成效 就是你根本就加不到人手 你方法怎么选择 其实有反效 我们今天早已经能够进去 真的能够进去 但是我刚才认识了 我们没有进去 而且反效果的方法 不可能有任何人去外国 但也有留在香港 我刚才认识了 有方法已经说 自己已经能够成效 有方法知道 真的是哪次来的 然後我們又說很可樂會認識人才 就是在樓室的歌舞似同流都認證不到 我說不否認了 可能會有些人會選擇去外國 在外國是否真是禁忌 因為他有一個政策在 他本身有一個方向都說 你有九成人會有留意到醫院 那今天是否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不選擇去外國呢 終究有方向我們已經拍了這個歌 你現在是否認識人才會 時間逆而用分 自由必須難節節粗 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發現 台上見員未曾發現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是截圈環節 相當見面有一分鐘完美 請問得更多了 請問的時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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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